徐粉黛血红着双眼怒视小丫头 你说是谁要被问斩 是 是徐剑呀 小丫头瞧着她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心想烟红姑娘怎么这种表情 好吓人 不过她还是老老实实地说了 皇上前两天就下了纸 诏书都贴在了皇城上 今天五十三刻肯定就要问斩了呀 问斩 问斩 徐粉黛的脑海中浮出的全都是这两个字 她的爹娘 她的兄长 她曾经那么看不上他们 可他们今天就要死了 她也是现在才知道 失去了她一直看不上的爹娘和哥哥 她就什么都不是 心里不是不懊悔的 她当初应该多劝劝他们的 应该对他们好一点的 你说奸战的人是谁 太后娘娘啊 徐粉黛死死地握住拳头 爹娘和哥哥的事情 她不信姑姑不知道 可她却不但不想办法 营救爹娘和哥哥 还要亲自奸战他们 她究竟安得什么心思 是想在皇上面前 证明她和徐家没有任何关系 和徐家划清界限吗 鹰红姑娘 你怎么了 小丫头惊慌地瞧着鹰红姑娘 眼睛里满满地浮出一层雾气 那雾气越凝越深 最后凝成一滴滴的水珠 从杏眼中流出来 小丫头顿时紧张起来 先前鹰红姑娘 被贾老爷给折腾得 几乎掉了半条命 都没有流一滴眼泪 可现在 怎么哭成这个样子 小丫头不聪明 可还是猜到了 和这一场斩杀有关系 她慌忙关上了窗子 紧张地劝道 姑娘 您别哭啊 您不喜欢瞧这些 就不瞧好了 别哭啊 等会儿青霜姑娘来瞧见了 恐怕要生气了 徐粉黛抹了一把眼泪 面色渐渐坚毅下来 你去把妈妈叫过来 就说我有事和她商量 翘娘很快就带着丫鬟过来了 她今天穿了一身淡红色的对筋小袄 一条烟灰色的棉裙 走到门口就没有进屋 淡淡地移在门框上 看着徐粉黛 你让小丫头去找我 是的 徐粉黛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有事 妈妈先坐下吧 徐粉黛扒了一张凳子 坐在火盆边 暖暖地热浪扑来 她的心却一片冰冷 她低眉顺眼地站在房间里 眼睛里隐隐有几分哀求 妈妈过来坐 好吗 翘娘微微挑眉 这可是徐粉黛进春风楼这么多天以来 头一次开口叫她妈妈 同样的 也是头一次对她用这样恭敬的动作和语言 想起今儿个热闹的大街 翘娘眸子微微闪了闪 笑盈盈地给了徐粉黛这个脸子 慢悠悠地坐在小凳子上 她的坐姿不端正 反而有些邪气 一只手撑着下颌 手肘撑在桌子上 右腿翘在左腿上 衣服十分慵懒的样子 说吧 徐粉黛吩咐小丫头 出去 小丫头看了看徐粉黛 把目光落在翘娘的身上 瞧见翘娘点头 她才轻轻地吁出一口气 恭恭敬敬地从房间中退了出去 翘娘对身后立着的小丫头摆摆手 小丫头也躬身退下 还顺便带上了房门 翘娘捏了一只糕点 撬着兰花纸 小口小口地吃着 仿佯仿佛房间中根本就没有徐粉黛这个人一般 忧闲自在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参加赏花宴 嗯 这桂花糕好吃是好吃 可就是太甜了点 吃两口就容易腻吻 徐粉黛捶着毛子 给翘娘倒了一杯茶 拱着身子递到她跟前 翘娘深深地看她一眼 也不客气 喝喝一笑就接过来喝了一口 冲掉口中的甜味之后 才慢慢悠悠地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有自知之明 同时也聪明伶俐的人了 殷红 你说你算不算这种人 徐粉黛捶着毛子 自然是 翘娘眉头一挑 显然没想到徐粉黛会这样回答 她拍拍手 把手上残留的糕点杂子都拍掉 缓缓从凳子上起身 缓步躲到窗边 瞧着聚在一起的人群 笑呵呵地说道 入冬以来 京城里还是头一次这样热闹呢 徐粉黛心中一惊 翘娘却已经缓缓地关上了窗子 春风楼里所有的木材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窗户这么一关 所有嘈杂的声音都被隔绝在外面 翘娘转过身子 淡淡地看着徐粉黛 好了 想说什么就说 别跟我打这些雅迷 我讨厌猜人的心思 翘娘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吧 徐粉黛带抬起头开门见山 翘娘眼唇一笑 哼身份 什么身份 烟红就是烟红 可没有旁的什么身份 若是不知 我刚刚被人卖到这里的时候 妈妈又何必说那么一番是是而非的话 若是不知 那先前我逃跑的时候 为何妈妈要让护卫们层层地把我围住 不让旁人瞧见我的容貌 翘娘眉头又是一条 继续说 我不知道 为何妈妈明明知道 我是朝廷中要捉拿的药饭 竟然还敢收留我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 妈妈给了我一条生路 我都感激不尽 想必妈妈也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啊 是腊疤呢 哈哈哈哈 今儿个还要给姑娘们熬腊疤粥来喝才是 翘娘故作不知 这个徐粉黛还是不老实 想求她还不坦白任何事情 徐粉黛没遇见闪过一丝羞脑 却很快问下来 她捶着毛子 公声道 妈妈 我是徐家的徐粉黛 今天是我爹娘兄长们要砍头的日子 我爹娘兄长对我极好 我不能明明知道他们要死了 却还无动于衷 她紧紧地看着翘娘的面色 看着她听到她说是徐粉黛 翘娘的面色依旧不变 她就知道翘娘提前就知道了她的身份 可是徐粉黛不明白 从翘娘做的事情来看 她显然是为了她的性命着想的 可是如果真的完全是为了救她 也不可能让一个假老爷来把她折腾的半死 这样一个似敌非敌似有非有的人 真的让她摸不清头脑了 现在这会儿她也不想摸清了 她能知道的是 翘娘既然能有本事在春风楼中保护她 还敢跟朝廷里下达的旨意扬奉阴违 肯定不是和朝廷一方的 她咬咬牙狠狠心 屈膝跪在地上 求妈妈成劝 成劝你什么 我想去刑场 翘娘梅雨讥讽 声音微凉 哼 你一个弱女子 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 没有武功 又自身难保 你去刑场做什么 难不成 还想从刑场上 截人不成 我没那个本事 徐粉黛一点都没有被激怒的样子 握紧了拳头 茫然抬头 目光锐利地看着翘娘 可那眼神 又不是冲着翘娘去的 好像是在窗过她 看到了刑场一般锐利 她咬紧牙关 妈妈 就算我不能去截刑场 可是也不能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那是我的爹娘兄长 我还要为他们报仇 所以 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死 但是 却该静静笑道 哪怕他们不知道 也要送他们一程 让他们好走 她一个头 重重地磕在地上 求妈妈成全 翘娘面上的机缝 慢慢地收了下去 眯着眼睛 面无表情地盯着徐粉黛 你可想好了 想好了 她知道 今天观醒的百姓们中间 混进去的 肯定有朝廷里的人 可她没办法 她必须要看着 爹娘和大哥是怎么死的 然后再把这骨子刻骨的恨 全部刻在心头 待有一日时机成熟的时候 她会百倍千倍地还回来 哈哈 你这万一被人给抓了 我这里可是要承担风险的 翘娘眸子一转 忽然说道 妈妈放心 就算我真的不小心被抓住了 也绝不会供出春风楼 更不会供出妈妈来 徐粉黛生怕 翘娘会反悔一般 慌忙举起右手的三根手指 做发誓状 我发誓 绝不会连累春风楼 翘娘冷吃 这年头发誓要是有用 早就不知道该死多少人了 说点实际的 只要妈妈能同意我去观醒 今后 今后我任您拆遣 就算是杀人放火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徐粉黛摇摇牙说道 翘娘冒着被朝廷发现的风险 包庇她 肯定有所图 好 要的就是这句话 翘娘扶起徐粉黛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 哈哈哈哈 你今儿个只管去吧 我也不派人盯着你 你愿意回来就回来 真的不愿意回来想逃 那你尽管逃便是 不过可千万别忘了 上次出逃的后果 瞧着徐粉黛身子猛的一颤 翘娘满意的点点头 行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给徐粉黛留下最后一句话 翘娘就懒洋洋的迈着步子离开 徐粉黛听到她在门口吩咐小丫头 不用看着你们英红姑娘了 她今儿个要去哪里 就让她去哪里 谁也不许跟着 她听到小丫头应了一声 翘娘的脚步声就渐渐远去 徐粉黛叹忍在地上 眼神却死死地盯住 翘娘离开的方向 不多时 果然就有小丫头 亲自送来了一身粗质的布衣 还送来了一件 十分朴素的黑色斗篷 徐粉黛换上了衣裳 用斗篷的帽子盖住头发 为了不让人发现 她还在脸上涂了一些姜汁 让自己的脸色看上去蜡黄一些 又用眉笔和胭脂 稍稍地改变了一下五官 她收拾好了再去看铜镜 铜镜中映出来一个 面容沧桑的陌生女子 她满意地点点头 静静地坐在床榻边 等着时间慢慢地流逝 俏娘出了徐粉黛的房间 就静止去了后院中的一个小屋子 男子依旧在床上打坐 瞧见她进来 睁开了毛子 办妥了 是的 柱子 俏娘点点头 轻笑道 那个小丫头 跟您预料的一样 非要去看刑场不可 我按照您说的 跟她说好了 她只要脑子 稍微转得快一点 就知道 回来春风楼 是唯一能保全自己的法子 男子点点头 从床上起身 床榻边站着的一个清秀女子 连忙拿起凳子上的衣裳 给她穿上 俏娘微微一愣 柱子 您这是要出门 徐家灭门 我怎么能不去看看 男子唇脚微微掀起 一出一抹冰冷的笑 好歹 护了这么多年 我非要去瞧瞧 他们徐家的人 一个个都没了性命 才会觉得解恨 俏娘眸子微微一宁 脱口而出道 那徐太后呢 柱子也希望徐太后去死吗 男子面色一冷 目光犀利地让人不敢直视 既然话已经出口 俏娘就没打算再停下来 他敏紧嘴唇瞧着男子 主子 您这么多年 您这么多年为了徐家付出了多少 可是徐希之是怎么回报您的 主子若是真的恨他 今天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他一国太后几乎不出宫 要在皇宫里行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皇宫固若金汤 主子肯定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若主子真的恨徐希之 那么属下今天愿意请命去刺杀他 男子面色猛然一宁 目光锐利地盯着俏娘 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主子 属下都是为了您好 俏娘据理力争 有些事情必须速战速决 过了今天 下一次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您先前从宫里出来的时候不是说过 徐希之如此欺骗您 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吗 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能去杀他 够了 主子 我看您根本就是对徐希之 余情未了 他欺骗你和楚瑜 有一个那么大的女儿 您难道还没有看清楚 啪 一声剧烈的巴掌声 打断了他没有说完的话 男子正是汪行远 他此时面色铁青 怒视俏娘 我让你闭嘴 俏娘被打得一猛 脸部火辣辣的疼 头脑又瞬间的眩晕 他知道这一次是彻底惹恼了主子 这是主子第一次动手打他 他跟在主子身边这么多年 也是头一次瞧见主子这么生气的样子 叫娘捂着脸 哭笑着看着汪行远 主子 您的行为 在属下看来完全就是矛盾的 您口口声声地说要报复徐希之 可是知道徐粉黛的下落 还是把他给护了下来 您所谓的报复 究竟报复在哪里了 属下还记得 当年在江湖中 潇洒自如来去如风的主子 可现在的主子和当年真的差太远了 进宫做了这么多年的假太监 难道男子汉的自尊 也随着这十一年的时间 渐渐地消散了吗 汪行远的面色越来越冷 却已经冷静了下来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这件事情我会自己处理 俏娘苦笑着退出房间 属下先行告退了 汪行远身边的小丫鬟 毛子微微闪了闪 主子 我瞧着徐粉黛不像是个安分的 真的不用找人看着他吗 看着 汪行远吩咐他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如果徐粉黛没有逃走的念头也就罢了 若是他想要逃跑 处理掉 是